需要不断地去调整 这球马布里也选择自己突破 面对丹尼尔斯的分散 这球打进篮坡 这是北京队在 这球打进 如果说丹尼尔斯和朱燕熙两个人 去做对位的话 朱燕熙要想一对一防住丹尼尔斯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协防和加击 马布里也直接突到内线 这球打进 速度非常快 尽管说已经38岁的老将 幼年长了一岁 但是一步启动的这个速度 还是非常非常 没办法协防和轮断 尤其对马布里这种右手突破 第一步启动非常快的 就是自己在防守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 去某个左措的防守 强度 老哥人技术能力也很强 但是还没有找到 对联赛赛场的适应 双方都启动双万元之后 这边北京队肯定是要 更娴熟一些双万元之间的开心 马布里也面对木迪爱 一上来就给小 就给小朋友上课呀 这是年长20岁 马布里也拔下来就出手 好 这一球游戒三分 五分反超三分二分 马布里 这都是关键得分啊 马布里 马布里 这就是 全是一份回 雷迹大五次 来看周鹏队马布里的防守 连续的胯下变相之后的假动作 又是铺到内线之后 给到莫里斯上 现在就是北京队 大家都非常实际 非常了解的这套 就是铺的这步的实际非常好 他的前后的那 我时间差 就是能够看周鹏的这 人用的是非常多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核心 在带里面才行 马布里还是面对周鹏 假动作 跑完之后 突破分球给莫里斯 球进 这球因为 当马布里 突破周鹏之后 意味着内线的球员 必须要上来协防了 所以莫里斯 还是六分 对 看两边都是 不太防守 对啊 这球不知道篮下 这都缠斗什么呢 无球的感觉 我们看这是季前赛 能让这个莫迪埃 从自个后半场 底线这接球 一条龙运的 对方篮下扣篮 这属于完全没有防守啊 中间不设防 像这种突破 对 这边也一样 上线的突破 这边也一样 这上线的突破 然后没有人管 非常不好 连续从第二节的 中后半段开始 到第三节 这连续的 对上一剑凉外线 出来的机会 投不进 就很纠结 WU造了犯规 这段时间 对于广东队来说呢 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找到进攻点 对 一定要知道 这个球要交给谁去打 谁去处理 阿米 北京队的这个点 是非常的明确 因为莫里斯不在 不是双半员 我一个那个球队 队的比较糟 我们的一个 这种分球 这边 一有内线圈 下载加西 马队第一 掉内线 丹尼尔斯 还是再单打 肌肉身体上 肌肉要显得薄了一些 这时候被抢惯了 贾小川 直接给张立萌 回传之后 双手一道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有一点好处 就是防守的态度一般都会 非常非常的 专正 很努力 就像这种球一样啊 就是 俩人上去 扑上去 任俊飞跟高尚 要加麻烦力 无论 但是 防守端的态度 这可能是现在 杜峰之导所希望看到的 总统队 这好像没什么别的选择 因为一方面 莫里斯犯规已经武策了 那你当然就用马克里 是吧 马克里状态 他也在第三届 非常地好 人类方面一直 太快了 马克里有一种反应 非常的强大 但是看到张冲涛 怎么样能够 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他得控制住内线 又是马克里 基本上第四届 就看马克里了 在依赖内上呢 广东队可以打 可以打 赶紧下手 开始节奏 就是跟马克里 马克里抱球抱得相当的紧 出来 就是 暂时投手 有点不关系 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北京球迷 说的所谓的双子星 就是不关系 跟杜峰 跟杜峰 告诉张冲涛 非常舒服 对 你稍微要等 我们就打到24秒 再选择机会 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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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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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